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了解了数据列入成 它有三个基本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个是这个封装成真 第二个呢是这个透明传输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它所解决的第三个基本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叫做差错检测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将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机偶教验码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机偶教验码呢 主要是为了对这个差错检测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循环勇于教验码 我们也称之为这个CRC 那么这一个CRC呢 才是数据列入成里面 采用的这个差错检测的方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机偶教验码 那么什么是机偶教验码呢 机偶教验码呢 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检测 比特流里面是否有传输错误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通过在这个比特流的尾部 添加一位这个比特位 来检测这个比特流是否有出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机偶教验码它的整一个过程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面 假设需要传输这个00110010 这么一个八位的比特流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如果使用这个机偶教验码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比特流的后面增加一位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增加一这么一个比特位 那么当这个接收端 接收到这个比特流之后呢 它就会根据这一个比特位 来检测前面的这个比特流 是否有出错的 那么这个一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其实是通过前面的这些00110010 先加那么得到3 那么3呢 因为是基数 那么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比特流的后面 添加一个1 来表示这是一个机偶教验的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假设我们要传输这个00111010 这么一个比特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后面添加1还是0呢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添加0这个比特位的 那么这个0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0是通过这个00111010 我们都先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到4 因为4呢 是这个偶数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比特流的后面增加这个0 表示说这是一个机偶教验的位 了解了这个机偶教验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这个机偶教验码 我们怎么样检测到错误 在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这个发送端 它需要发送这个00110010这么一个比特流 那么用这个机偶教验法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个尾部添加1这个教验位 那么假设我们假设在传输的时候呢 发生了这个错误 那么接受端收到的是00010010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第三位的这个比特位 就由1变成0了 那么接受到呢 就会使用这个机偶教验码来进行这个教验 教验是否有出错 它通过这个000101010 先加 那么得到的是2 那么2呢 如果使用机偶教验码的话 那么尾部应该是0才对的 那么这里面呢 是1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这个比特流 它在传输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数据的错误 所以呢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通过这个机偶教验码 我们就可以检测到这个比特流在传输中的错误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是可以成功的使用这个机偶教验码来介入出这个比特流在传输中的错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来了解这个机偶教验码的一个局限性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我们还是需要传输这个00110010这么一个比特流 我们同样的在后面添加一位的这个比特位 这里面添加的是1 那么假设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 前面的两个1呢 都变成0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两位的错误 那么接受端 在接受到这个比特流之后呢 他同样的进行这个运算 那么运算呢 得到这个借用位呢 还是1 这里面的1与这里面的1进行一个对比 发现这个比特流传输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真的是没有问题吗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因为这里面比特流他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两位的错误 所以呢 这个GOGM呢 就不能检测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GOGM的一个局限性 如果说我们传输的过程当中 出错的是偶数的话 那么GOGM呢 就检测不到这个错误了 那么可以说这个GOGM 他虽然说非常简单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真正的比较完备的一个差错检测的算法 他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循环勇于GOM 我们也称之为这个CRC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CRC 他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差错检测的 这个循环勇于GOM呢 它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差错检测的一个算法 它呢 是一种根据传输或者是保存数据 而产生固定位数 JM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面的产生固定位数 可能是一位 也可能是多位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讨论这个多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算法呢 它可以检测数据传输 或者是保存之后 可能出现了一个错误 它的过程也是和这个GOM类似 它首先呢 是生成一些数字 然后呢 把这个数字附加到这个数据的后面 那么当这个接收端接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它就会根据复杂到后面的这些数据 来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有出错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循环勇于GOM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习这个循环勇于GOM的具体的细节 那么为了学习这个CRC呢 我们要学习一些基础 那么这个基础呢 是这个摩二除法 那么摩二除法呢 它其实是二进制下的除法 它与这个算术除法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和我们的十进制除法是类似的 但是呢 这里面的二进制除法呢 它不介位 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这个疑惑的这个操作 那么可能是同学对这个疑惑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疑惑 从而理解这里面的摩二除法 那么对于疑惑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这里面的这个例子 这里面呢 0 1或0呢 就等于0 0 1或1呢 就等于1 1 1或0呢 也等于1 而1 1或1呢 就等于0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规律 只要是两个比特位不一样的 这个进行疑惑的话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1 那么如果两个比特位它是一样的话 那么他们的疑惑的结果呢 就等于0 那么这个就是疑惑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了解了疑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面的摩二除法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里面 1001 就要除这个1010 那么在这里面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摩二除法呢 我们得到的3 就是1 那么除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求这个余数 那么这个余数呢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除数 与这个被除数 疑惑所得到的结果 这里面 11 它的疑惑结果呢 是0 00 疑惑的结果呢 也是0 那么01 他们的疑惑结果呢 是1 10 他们疑惑的结果呢 也是1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他们的除法的这个结果呢 它的3 就是1 余数呢 就是11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这个1101 除以这个1011 同样的3 是1 那么余数呢 是110 最高位呢 是0 也就是说 1和1的疑惑是0 这里面是省略掉的 那么这个就是摩二除法 那么了解了这个摩二除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学习这个CRC的整一个过程了 那么这个循环勇于 JMCRC呢 它在运算的时候 其实有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 是选定一个 用于较艳的多项式 我们称之为GX 并且呢 在数据的尾部 添加阿哥0 那么第二步 我们是将这个 添加了阿哥0之后的数据 使用这个摩二相处法 除以这个多项式的微串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把得到的位数 填充在原数据阿鲁各0的位置 然后呢 从而得到这个 可校验的微串 这里面一看这三个步骤的描述 非常复杂 难以理解一联盟B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 要来通过两个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 CRC的整一个过程 那么先来看 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例子 就是计算这个 101001的可教员微串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进行第一步 第一步是选定一个 用于校验的多项式 GX 并且呢 在这个数据的尾部 添加阿鲁个0 在这里面我们注意 这个GX 以及阿鲁呢 我们是标红的了 那么这两个呢 也是这一个步骤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GX 那么GX呢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多项式 那么通过这个多项式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多项式的位串 等于这个1101 那么这个1101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把这个GX展开 那么展开之后呢 就得到1乘以X三次方 加上1乘以X的平方 加上0乘以X一次方 再加上1乘以X零次方 那么把前面的这个1101提取出来呢 就是这个GX的位串 所以呢 这里面就得到了这个1101 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高G 最高G呢 指的就是这个多项式的 最高的这个G是多少 这里面呢 是X的三次方 所以呢 最高G是3 因此这里面的添加R个0 实际上就是添加最高G这么多个0 所以呢 我们先进行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往这个101 001添加三个0 那么添加了三个0之后呢 就得到了101001 后面接上三个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是将添加R个0后的数据 使用这个摩二相处法 除以这个多项式的位串 那么这个处法呢 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处法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 1010010000 除以这个1101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3是1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摩二处法 得到它的余数是111 接着把这个第五位的这个0 挪下来 我们再做一次摩二处法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3还是1 余数是011 我们再把这个1也挪下来 挪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做这个摩二处法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余数的最高位是0 所以呢 这个时候3是0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得到它的余数是111 接着把这个0也挪下来 然后再进行这个摩二处法 得到它的3是1 余数是011 我们再把这个0也挪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因为这个余数的最高位是0的 因此呢 这个时候得到3为0 接着得到它的余数是11 我们再把这个0也挪下来 再进行一次这个摩二处法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3是1 余数是011 这个余数是有问题的 我们改一下 这里面应该是余数是001 因为这个0与这个0的疑惑呢 结果应该是0才对 对吧 然后呢 这样子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余数是001 得到了这个余数是001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了 第二步是将这个得到的余数 填充在原来数据 阿鲁格林的位置 从而得到这个可接用的位串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三个0 填充为这个001这么一个余数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101 001的可交院位串是这个101 001加上后面的两个0和一个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发送的这个可交院位串 那么其实这三个步骤呢 都是在这个发送端完成的 那么发送端通过计算出这个可交院的位串之后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比特流 发送给这个接收端 那么接收端在接收到这个比特流之后呢 他就可以进行这个交院 他这样的过程呢 和这个发送端是一样的 他也是把这个接收到的数据 除以这个GX的位串 然后根据这个余数判断是否有出错 那么如果没有出错的话 那么得到的余数呢 将是0的 那么如果余数不为0 就说明接收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就是接收端在接收到数据之后 进行的一个交院 他是把这个接收的数据 除以这个GX的位串 然后呢 根据这个余数来进行判断的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余数是0的 余数为0 就表示这个接收端所接收的数据是OK的 是没有错的 那么这个就是循环 勇于接用码的整一个过程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例子 例子2 使用这个CRC计算1011 0011的可接用位串 那么第一步 我们也是选取一个 接用的多顺式GX 并且呢 在数据的尾部添加R6个0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选取的这个GX呢 是X的四次方 加上X的三次方 加上1 那么他所得到的位串是 1101 最高阶是4 因此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数据的后面 添加4个0 得到这个1011 0011 加上后面的4个0 那么接着我们进行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使用这个添加了R6个0后的数据 然后进行某二线除法 除以这个多顺式的位串 那么进行了这个除法之后呢 所得到的余数就是0100 那么这个余数呢 就会添加到原来的这个R6个0的位置 那么最高的时候呢 就得到可接用的位串是 这个1011 0011 0100 那么这一个就是使用这个CRC 来计算这个1011 0011的一个可接用的位串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在这里面所得到余数 0100 它最高位是0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凑齐这个四位的这个余数 所以呢 前面这个0是不能省略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0呢 也添加到我们原来的后面 那么发送端呢 在计算得到这个可接用位串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发送出去 然后接收端进行一个同样的过程 然后通过这个计算的余数 来判断这个接收的数据 是否有出错 那么余数如果是0的话 那么就证明没有出错 否则的话就是这个数据是有错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循环有余接码的两个例子 那么其实这个CRC呢 它的错误检测能力 是与这个位串的接数R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串里面 添加越多的0 那么这个检测的能力就越强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如果说这里面的接数是1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往这个微串里面 添加一个0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循环有余接码码CRC呢 它就退化成为我们前面 所学习的这个GO接码码 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也可以把这个R路变成1来试一试 来看一看是否真的是 这个GO接码码的这个情况 那么数据链路程呢 它只进行这个数据的检测 不进行这个纠正 纠正不是由这个数据链路程来解决的 如果说数据链路程 它真的发生了这个数据的错误 怎么办呢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链路程呢 它其实是会把这个错误的数据 直接的丢弃掉的 非常的简单粗暴 只要有错我就丢弃掉 我不管 那么这个就是数据链路程 它进行这个差错检测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可能是同学 对于我们刚才所使用的这个多箱子GX呢 也是有一定的疑惑的 那么这个GX是我们随便找的吗 其实并不是的 这里面老师通过这个维基百科 找到了一些采用的GX 这里面列举了一些CIC里面 采用的GX多箱子 这里面我们看到CIC-1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基偶接约位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当这个多箱子的GX 它的最高接是1的话 那么我们的刚才那个循环有益接约码呢 就退化成为这个基偶接约码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通信系统采用的GX 是这个X的七次方加上X三次方加上1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USB的信令包 还有总线的 还有通信系统的 那么等等的这些呢都是采用的GX微串 好的 最后简单的来总结本节课的具体内容 本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数据链路程的第三个功能 差错检测的功能 在这里面呢我们学习了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基偶接约法 那么通过这个基偶接约法呢 我们初步了解了什么是这个差错检测 接着呢我们学习了这个循环有益接约码CRC 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在这次网络当中 采用的这个差错检测的方法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